北泰國際,他其實很早就看到有這樣的一個新創 應該不是新創,他就是設計一條螺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跳出來做了,北泰 可是一直是到那個,那個Kickstarter出來 Stuff出來,Maker出來之後 他這樣的一個設計一條螺的一個服務的需求 才被很強烈的被感受得到 那現在很多案子在發行Stuff來做 大家來聽聽看他對這個,這次美國之情的一些心得 掌聲歡迎 Daisy 各位好,因為時間已經不多了 所以我怕等一下時間一到就被斷水斷點 所以先來的工商服務 讓你讓我們呈出來 各位好,請班下次再Cu 您覺得我們還有一個字幕 請坐輪車 稍後再這樣子 ,請坐輪車 請坐輪車 請坐輪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大概有20年的在企业服务的经验 那后面的10年 为我自己的企业服务 前面20年我在企业服务 我做过工业设计师 我做PM做10年 我做过Sales 所以也就是说带着Sales的Team 到国外去产展 去CES 或者去德国的汉诺威 这些工作我都做过 后来就去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可以做模型 可以做CNC的模型 可以做模具 可以做摄出成型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不太愿意再为企业服务了 我想为我自己的公司服务 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Dennis你懂设计 你懂制造 你能不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来服务一些公司或者团队 可是在2007年 我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 我去 还有自己也要去陌生拜访 我去敲到大公司的门 跟中小企业 他们都说Dennis 我要做这些工作 我自己就可以来 或者我自己找不够 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你这种服务 到了2009年 是一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2009年是美国的Kickstarter开始流行 在2019年其实有几件事情撞在一起 第一个是Kickstarter 第二个Star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新创事业开始流行 再加上Macon 还有IoT 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 但是因为 在美国流行到台湾来 大概也是在2012、13才开始蓬勃 所以后来因为有这几件事情撞在一起 所以就救了回命 因为刚开始我们公司没什么声音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说你要帮人家做设计制造 没有这种需求 原来我公司的服务的对象 不在大企业 不在中小企业 而是在回行企业 那回行企业 刚好就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跟着这个Triple到这个湾区去绕了一圈 然后我们看了这个Maker Fair的活动 然后还有去当地的这些硬体加速器 那当然很多 我要讲的那种前面的前辈可能已经分享过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再用其他的观点来看一下 到底他们这一些正在进行的事情 跟台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这次去 当然很重要的时间 大概花了两天去看Maker Fair 但是有更多的时间 要东跑西跑去看当地的这个新创事业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就是去看了很多的这个硬体加速器 我在美国的这个湾区的硬体加速器 我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拼图 这个拼图是台湾的这个新创团体 或者新创事业所欠缺的 而且我认为在短时间之内 这两个拼图我们是没办法产出的 因为这个是由一些背景的因素存在 我们确认了哪两个拼图 第一个就是资金 第二个就是我们没办法帮人家把东西卖出去 这个是我们现在 现在我相信大家看到如果你是新创导人家 你看到这一张图 你大概与我心有期间 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个这个硬体 硬体开发的产品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有很好的创意 那这个创意的必须要中间有很多人 很多的这个资源的协助你把东西制造出来 第一个当然是只有你自己拥有 没有谁可以协助的疗病 那台湾当然在从右边算过来的 这个倒数三个圆圈 台湾有非常强的这个制造能量 可以协助这个新创团队 把你的想法变成实际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把想法变成实际的东西这么简单 中间你要烧钱 那我们常常听这个美国的这个网路上面 常常会讲说那谁能够帮助你 那当然就是三个F 就是Friend 就是第一个你的家庭你的家人Family 还有你的Friend 第三个就是傅就是笨蛋 觉得你这个人你的品性还不错 你讲的事情他也不太会骗人 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去做 但是通常不会有这么幸运的事情 通常你要先烧你自己的钱 那以我们去参访过 美国大部分的这个硬体加速器 我访谈过还有在网路上面所得到的资讯 就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进驻到他们的这个硬体加速器 刚刚瑞也提过 你跟他就成为某一种伙伴的关系 那不管哪一种硬体加速器 通常那个数字很接近 也就是说他会给你大概10万美金左右 但是换你大概10%左右的股份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成为你的股东 一路往下陪着你走 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也可能也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可能中间经过很多的地区 经过很多的这个欲程当中 你可能会中间你就会下车 因为这个下车可能是你自己的因素 有可能是外部的因素 可能你自己走到最后你发现 你在什么样一个语言不熟悉的地方 你实在是没有那个勇气跟那个力气 这样一直走下去 每天都要讲灵魂 十一柱形欲乐都要靠你自己来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题目不对 你到了最后 经过人家一轮两轮三轮一直不断的挑战 你可能发现你的题目不对 你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有一些这个硬价出去 它会给你一个时间段 时间点 比如说Hirway One它就给你42周的时间 你必须要完成一个program 如果没有你就是下车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不是只有把东西做出来这件事情 你要适应非常多你原本不熟悉的这个过程 但是我认为美国 这个大概只有美国中国大陆 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地方 才有办法提供这一种资源 也就是它还可以协助你去找buyer来 也就是说buyer走到你前面 你跟他present 他就开始challenge你 你的东西为什么是卖美金100块 你就要去解释 为什么经过你的分析 经过什么样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你要卖100块 他给你的答案可能说 你的东西可能只有5块都不值 很有可能是这么spicy 但是也有可能告诉我 你这个笨蛋 这个明明可以卖1000块美金 你为什么要卖100块 所以经过这样的反复的去挑战你 你的东西就很可能可以在后面的 这个实体的通路的运作上面 你就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所以缺乏资金跟缺乏通路的对接 这个是台湾目前没有办法去逆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我倒觉得钱的事情可能比较简单 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油脂 只是这些油脂可能存在于个人的口袋里面 或者存在于我们这些 过去在20年的产业发展过程当中 赚到很多钱 可是他们现在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钥匙的这个锁打开 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其实我认为钱可能还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要提供对产业的对接 实际上把东西卖出去这可能是最难 因为连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品牌的这些工厂 都有这个问题 东西很容易做错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把东西卖出去 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卖出去 这个是台湾过去的30年来最痛的一件事情 我不只会做我不知道怎么卖 那再来是我所看到的这个Maker Fair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这个是其中的几个建议 就是我们看到了在会场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好玩的事情 那在这个地方我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对于这个美国的Maker Fair 我是第一次参加 但是我也不是这个圈圈的人 我对他们的评价只有正面 非常非常的正面 当然相对于我们去美国之前刚好两周三周 刚好我们台北有的Maker Fair 可以很容易的过一个比较 他们这样的一个规模呢 规模非常大 大到可能跟我们这个我们的电脑长不相上下 那我们就要去探讨 就是说 我在这个会场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说 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活动 刚刚那个OpenU有提过 他们把它这个降低门槛 把它一种叫做 我们称之为这个加年化化 那加年化化就会降低你的进入障碍 就是说你就会愿意敞开你的心胸去接触这些事情 那我们在会场就看到很多跟Maker 其实没有很直接相关的议题 比如说有乐团在那边表演 那其实大家是带着一种欢乐的心情 来朝圣 来了解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更多这个辅老稀幼 大家就是来这边来这边玩 来这边从小扎根从小播种 那当然这一个你辅老邪幼这件事情 我们台北的Maker Fair 大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因为我去看 也是有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 然后来这边参与这样的活动 但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是 他们有很多的企业的支持 所谓的企业支持 他们可能不见得说一定赞助多少钱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有品牌的这个当地的企业 在这个Maker Fair的会场里面 它就出现了 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的那个Maker Fair 可能很少看到有什么知名的品牌在这里出现 那刚刚也有老师有分享 就是说他们来这边或许不是真的要做成什么生意 他不会就是卖切本 他能在现场能够做出什么很大别的生意 但是没有 他就是来参与 来告诉这一些参访的这些小朋友 一些很基础的观念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有政府的单位支持 比如说在会场看到了NASA 那NASA他们就是当然把一些很多他们到太空发展的一些有趣的一些项目 那还有这个美国的FAA 我忘记不早是FAA 或者是这一个美国国土的安全的部门 他们也在现场有一个摊位 但是他在教人家很生活化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 什么样的电子是不能进到飞机里面 他们就是用这个非常浅浅易懂的这种知识来告诉你 那我在会场看到的就是说 在美国的这个Maker FAA里面 有非常这个量体非常大的这些作品 那有非常小的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就是愿意花自己的钱 花自己的时间去碰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并不是用这个商业形态或者商业思维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 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你给他拍拍手 他可能就觉得很自豪很自豪 这是我们大家要去学习的地方 那在会场里面当然也许有很多的台湾团队 因为刚刚那个OVER有缴 好像有四百多个摊位 四百多个这个project好像也不算少 但是因为我在现场 因为没有插国旗 那可能也没有说他可能看起来是亚洲人 但是也不见得是台湾人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注意他到底是个台湾人 但是大部分可以讲说是美国本土的 这一个团队比较多 那台湾的大厂跟那个Makerfield 几乎是这个链条几乎是断掉的 比如说刚刚有讲到说 不是有两个台湾团队做3D印表机吗 但是台湾不是在做这个ODM OEM不是很强吗 那泰晶宝也有在做这个3D印表机 那为什么没有去show off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技术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台面上的大企业 把Makerfield 并不视为是一个有潜在商机的一个事业 所以他们在现场里面有大张奇果的去show 台湾有这方面 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当然有无人机机器人这些东西 那一定有越来越多的新企还有比较成熟的应用 那我认为这个在未来是一种新兴的一种商品 一种新的商品线 应该会在这个地方会产出一些 很令人就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产出一个非常大的商品 那门票他们认为他们门票并不便宜 30块到80块 那根据你就是一次买是买三天 或者买两天有不一样 台湾是没有钱 那这么多钱而且还那么多人参与 就代表说他们是很看重这一件事情 而且愿意携带自己的家里的老小 就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下次台湾再办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 我认为适当的收钱是应该的 但是你那个内容就要让人家觉得要更广泛 那我是觉得如果台湾要推广这个make-up fair 就前辈也有讲 不用把它限定是你是非 你是maker 你不是maker 这个没有人可以去坐这样的地方 那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隐形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爆米花的那种车子 能不能在make-up fair里面出现 当然可以 堂葫芦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那我是认为主办单位应该把这个新胸开得更广一些 我们不发布中山科学院能不能在里面 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单位 教你怎么打火箭 这个当然可以啊 其实make-up 并不一定说是 一定是什么非常深大的技术 对我来看其实它是推广科普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努力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学 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可以去传递下一代这一方面的知识 就是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门再开得更广一点 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在里面出现 那这一次我在湾区里面有一些很深刻的题目 深刻的题目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新创这样子的事业呢 其实在美国特别是湾区的 我认为已经是生根了 那这个生根呢 也就是说刚刚那个Ray或者是这个都有提到 就是说他们已经产出一种全域成 全域成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从你的idea进来 到这个给你资金 中间给你资金 还协助你把这个圆形做出来 到最后还跟中国大陆的制造链能够对接 还不打解 还教你把什么东西定价 把东西卖出去 所以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型 可是我们台湾因为刚刚所讲 缺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拼图之外 所以我们的链条已经断掉了 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供应链呢 并没有去关注这个议题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工业设计师 我们公司就是提供新创团队 从设计到制造到出货 这样一体化的一个服务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做十年了 刚开始因为没有新创团队 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练工 直到最近的几年我也不用再去敲门 因为新创团队一直在找我 不管是国内国外 我现在生意可能越来越好 那越来越好也其实产生一个正面的冲击 就是说现有的这种经营的形态必须要再做改变 因为新创团队嘛 公司只有两个人只要三个人 但是他要开发一个软硬体的这个产品 这个过程可不会少掉一个 因为产品开发的过程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代表说现在的这个设计公司 他的服务形态要被很大 很大部分要被重新改造过 因为新创团队嘛 他不可能先找你做工业设计之后 再去找其他的这个工业 这个机构工程师去完成 完成部分的工作 再去找模型厂 再去找模具厂 因为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完全不同的文法 你没有办法去跟工厂沟通了 所以最好就是你找一个单一的公司 去帮你解决所有的事情 那有关于这个生态系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可回啊 那等一下这个后面会议提到 那在跟这些新创团队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硬理加速器 在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脑海里面 其实一开始讲到制造 非常自然就是认为制造 那我们就是去中国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理解的事情 为什么 这些年轻人他从小到大 也不要说从小了 最近的十年二十年 因为Mainland China的东西 在他的这场生活 食育住行威乐里面 都已经之中为一体了 他家里的食育住行威乐 他只要把产品翻开 Mainland China Mainland China 衣服后面的标签Mainland China 其实都不用再去多解释 他自然而然知道 当他成为一个新创团队的议员的时候 要谈制造 他很自然而然就去找中国大陆 可是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有发现有很多的这个 他们对中国大陆制造不满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的地点 也就是说当你不是去问人家介绍 你自己去创这一个整个供应链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踩到地点 也就是说中间的过程 你很多是被扑弄的 到时候你钱烧的 可能东西没有做出来 包括我们去拜访一个新加坡的 那个Block 71 在湾区也有新加坡整理的一个 这一个类似地理加速区 其中有个project 那个小姐负责的那个这个经理人 他就跟我讲说 对不起 经过你的解释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制造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在我们新加坡是当地 也是新创造队的 他去中国大陆找供应商 东西还没有做出来 他自己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 他的供应商已经在卖了 最后这一个朋友破产收场 也就是说贝克呼弄的 钱给人家了贝克呼弄的 人家速度比你还快 这个并不是很偶然 这已经经过太多的这种案例 那我最好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可能我们的工作态度 我们的各方面 我们会保护我们客户的这个IP 所以我不太有机会去控制 人家的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台湾还是很有机会 我们的食物比较好 因为常常有很多人跟我讲 但是我们开发一个产品 我很重视的是成本 那成本就我的观点 成本其实有三种 第一种当然是材料成本 还有制造成本 第二个时间也是成本 第三个品质也是成本 那时间也是成本 就是说当你新创团队 因为你到了中国大陆 跟来到台湾 我可以保证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拿出那样子的实的东西 可是你在中国大陆 可能你刚刚坐在他旁边 跟他讲我的东西要怎么做 我去喝一杯咖啡过来 东西跟你讲的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没办法理解 所以你要表达的意思 而且中国大陆英文的沟通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力 已经有太多国外的客户跟我讲 我们去真是好痛苦 因为没有人可以讲英文 然后包括我去 可能他们去 好 没关系 我去大学找一个 懂英文的人来讲 这种没有办法翻译 因为有很多的专有名词 郭柏弗柏弗翻译 翻译不转你不懂 所以你就没办法翻译 所以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顺利 那第三个当然是品质 我也常常跟这个国外的客户讲 你一个产品打上美点的China 跟一个产品打上美点的台湾 我敢保证 你台湾美点的台湾的东西 你可以多卖15% 你价格可以提升15% 因为你的食物各方面做得比较好 我常常开一个玩笑 中国大陆开了模子 跟台湾开了模子 我的公模面比你的母模面还要漂亮 那这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被这个ODM 渲链到一定的程度 你都不用跟工厂讲 工厂自然会拿出一个 具有一定水平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优势 那我所看到比较 比较优异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这个商机是存在的 特别是新创事业 各个国家都在推广 可是我们的供应链 又远在人家办的地球以外 我们如果没有坐在那边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的新创团队 24小时祸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理由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可以把手伸远一点 我们就在当地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组织 只要当地的这一个新创团队 要找台湾的制造做链接的话 就是去找那个单位 然后有那个单位再转介回来 这样会比较好 要不然有时候 我们在那边跟人家谈得很热闹 可是一回来之后 可能因为时差 可能因为没有持续的关怀 可能马上就会等掉 这是我所看到一个比较不影响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工厂呢 传统的工厂 包括现在 你去干台湾所有的工厂 大概很少有业务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然老板认为不需要业务 因为二十年前 他们在接台湾的这些供应链的订单的时候 他就去那个能够做整合的那样子的工厂 就跟老板聊聊天 就跟采购哈拉哈拉喝两杯茶 就把订单带回来 可是经过这个产业的转移 转到东南亚 转到中午台湾之后 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练调断调 因为以前就没有培养业务 所以现在要去跟国外对接 那根本是天方业务 我今天就算我把这本客户 带到随便一个活剧场 开会不用三分钟就结束了 因为没办法对接 那再来就是说 他们也不注重自己的形象 你随便去打一个台湾的工厂形态的这个网页 能看吗 不能看 好 那国外的信众团队 我们在前线讲的 权花拉对说 台湾的振兆链纸有多好 人家只要上网去看一下 哇 这网页在长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够信任你台湾 你能够把纸做得多好 我们的招牌都自己都不会去插亮一下 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这个小吃摊 我们从来就觉得说口味最重要 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说一张很干净的桌子 一张很干净的椅子 跟这个很明亮的一个空间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就觉得说口味最重要 可是当不认识你的人 他们的判断可不是这样 所以门面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现在如果要把这个整个产业链 对跟这个全世界的新创团队对接呢 我们的工厂一定要做到这个 再下一个 就是说工业要横向的整合 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必须要把制造业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也就是说客人进来了 你整个流程是怎么服务客户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一个使用者经验 其实他来你的工厂 他就是体验一种服务的过程 那我们是不是在每个环节都能够做到这样 那最后就是说 先创在我来看 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处女市场 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推这样子的 推这样子的事业 但是呢 我们如何跟人家对接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 那刚刚这个有关于Maker Fair的这个活动 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有提过 就是说把它加年画画 先在短期之内 先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因为 要为了要扩大参与的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题目稍微稀释一下 不一定说你这种叫Maker 你那种就不叫Maker 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可以定义 那你说我们这个迪化街那边的布市 那些人能不能参与Maker 当然可以啦 但是我们就要有一个好好的规划 就是把我们隐藏在大街小巷里面的那些 引擎的那些行业 都把它们托过来 那再来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新创事业的一些启示呢 刚好对应我这个周末 看到这个六月份的天下杂志 它有几个关键题 就在讲这些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不完全相关 但是我硬把它连起来 其实是有关键的一些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在看台湾要做这个新创的对接 因为我们少了两张非常重要的网牌 所以这两张网牌 可能也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去做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完全预设 可能挑战性很大 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其实可以做 这一个它就是在讲说 英国怎么样定位它自己的地位 它说其实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产业以色列化 那什么叫以色列化 以色列也很难做一个完整的成品 因为他们的人力非常有限 他们的资源也很有限 不像台湾 相对他们来讲是抵大入国 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厂 这么多的这种服务可以去协助 以色列的客户就跟我讲 Dennis你们台湾真是宝地 因为你们一条街里面就有那么多的工厂 可以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 我们在以色列 我想都不要想有哪一个工厂可以用很近去帮我做模型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台湾这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可以做到 one stop shopping 偷偷手术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全市场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研发关键技术 或者关键零组件 让别人不得不来找我们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的策略 就是说把自己成为被需要的一种角色 那相对于我们在这个 把这件事情相对引导到新创事业 我们没有办法做完全预争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软运体整合的产品的开发上面 被他们所需要 这个是我相信在中国大陆 他们在这一点上面 特别是在IoT的应用 可能还不如台湾 这个是在你想想看嘛 这些大的晶片厂 这些你要找研发科 当然是来台湾找 你有很多的Gender Service 你有很多的Technical Support 不需要再去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所看到 我们有很强的被需要 但是问题是这个被需要 有没有跟新方团队去做链接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要成就一件大的事情 虽然公司都很大 但是很难自己单打去链斗 他们他又提到一个就是那个Arm Arm除了在这个行动运算上面 已经有非常好的成就之外 他想花更多的精力去抢Intel 在这个Theta Center的市场 但是靠自己的力量也不可能 所以他就结合了台积电 结合了高通的这个设计的能力 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 MCU就可以去抢这样的市场 那这个在在都在告诉人家 就是说你要去做横向的串点 把自己变成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目前台湾的这一个 制造链的工艺链的整合上面 其实我们都还在嬰儿的阶段 都还没有真正踏出去 那这个刚刚在这上面也有谈到 就是说现在还在各打各的仗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制造链 把它变成是一种品牌 只要国外的新装团队谈到制造 就是去找台湾的谁 那你就成功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瑞也常常提到我们要有 也就是说在几个群众募资 或者在startups的这个端案上面 我们如果能够浮出台面 那个东西就是台湾制造的 那借此就会有吸引力 吸引更多的新装团队来台湾发展 那以上大概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